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轮兵看 我是轮兵 今天整个台北股市非常可惜 昨天美股又是全面的一个大涨 其中道琼还大涨超过400点 那也带动今天整个台北股市高盘开出之后 一个小时就冲到了哪里 就冲到了12857 又重新返回到12800点之上 盘中一度大涨158点 不过后继乏力 所以创高之后这个加权指数又慢慢的溜下来 溜下来到最后 甚至于盘中最低点一度只上涨32点 那即便稍稍的雌龙摆尾 最后尾盘再稍稍的拉起来 不过终究还是只有上涨58点 加权指数没有能够顺利的 占上12800点之上 收在12757 那成交量2331亿 好 那针对大盘的部分 我想我也不太花太多时间去说了 因为这个礼拜我们看到 四天的时间到今天四天的时间 其中有三天怎么样 其中有三天都试图 这里嘛 礼拜一嘛 对不对 礼拜三昨天 今天礼拜四 有三天的时间试图 12800点去做一个挑战 不过三次怎么样 都无功而返 所以代表12800点以上 确实存在着相当的一个压力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一直告诉各位 短时间之内大盘要马上去创高 13031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历史天下 有它一定的一个难度 但是过不去 现在过不去 并不代表未来过不去 你看到美股持续往上创高 有没有 现在只剩下道琼 还没有再改写历史新高 其他的三大指数都已经领先创了历史新高 而道琼来 也很快怎么样 因为他今天已经回到了 今天已经回到了 一万两万九千点之上 其实你以收盘的角度来看的话 基本上也已经非常接近历史的一个高点 所以美股持续的创高 就代表台股 它的一个趋势还是走多 现在过不去 时机成熟了 13031 它怎么样 水到取成就过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说你不用去太在意 因为时机还没有成熟 之间你挤也没有用 那时机什么时候成熟 其实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你看外资什么时候回来 对不对 那我相信以目前来看的话 美股慢慢的 已经又重新回到多头的一个架构 其实创高就是多头 这已经没有什么好疑虑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盘面上的一些变数 能够慢慢的厘清之后 我认为外资的买盘很快就会回来 外资的买盘回来 加权指数自然要去突破13031的一个机会 那就非常的大 那就轻轻松松的就过了 对不对 可是在这之前 在这之前 很多好的股票 有很多 只优的被罚 因为我说现在即便大盘处在一个横盘的整理 可是你看每天2000多亿的成交量 今天也有2300亿 那这些2300亿 他要干嘛 他当然会自己找出路 否则 那你说大家都不要玩了吗 不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些资金 他会自己去寻找一些 他们认为在投资价值上面 能够让他们有一些绩效的 包含业内法人想法都是一样 所以即便大盘在盘整 可是你会发现盘面上怎么样 一大堆股票在创新高 特别是你熟悉的股票 那更是不计其数 不要说什么 今天大盘 即使你说有没有大涨 也没有大涨 今天收盘也不过就涨了58点 对不对 可是今天有多少股票创新高 你知道吗 不要说什么 来 这一档 我们的三叉七叉 有没有 3576的联合再生 他有没有创新高 有没有 除了联合再生以外 跟他同性值的 也是我们昨天买进的谁 4934的太极 有没有创新高 还有谁 6477的安吉 今天不止创新高 他还涨停板 有没有 还有我在点名吗 还有 我要讲还可以 问题是不用花太多时间去说 这些股票 你自己告诉我 我们就说这三档就好 联合再生 我没有 我是今天才讲 还是在他大涨之前 我们就已经带着各位先卡位 还有太极 昨天涨停 今天再涨停 连续两天两根 对不对 会赚不到吗 他会等大盘 正式突破新高之后 这些股票才开始发动吗 也没有 来 那安吉 有没有 这档股票我讲多久了 从风力发电 一开始帮各位先卡位 在七月初的时候 后来随着风力发电 拉高之后 我说整个绿能概念开始发销 所以衍生出来的 包含一些太阳能相关的概念 也会跟着上来 所以第一档股票 我们当时帮各位所锁定的 就是安吉 有没有 来你看 这档安吉 当时我们在讲它的时候 才多少钱 当时我们在讲它的时候 才36块 有没有 而且我们还当时 这档股票还记不记得 当时叫什么 当时叫八月首标股 连续几天 你说来 当时有没有在三字头 好不好买 你需要去追高吗 有没有 有没有 你需要去追高吗 那这些股票你看 整个 随着它今天来到了四字头 三字头到四字头 创了波段的新高 这中间 不论你哪一天 哪一个点位买的 你有没有大赚 对不对 同样的 联合再生 我说今天 一飞冲天 这个礼拜以来 几乎天天在创新高了 那这档股票来 这档股票 我是上个礼拜 送给各位的红包股 有没有 那一天为了庆祝 风店的族群 包含上尾 包含9958的世纪纲 加上 我们的准千金 私房股 心象 都是创下的历史新高 所以我们那一天 特别 送了这个红包 让大家怎么样 一起来分享这个喜悦 同时我说 因为是红包股 所以怎么样 很快就会发动 但也因为它很快会发动 所以你一定要趁它发动之前 怎么样 先卡位 先布局 来 你看上个礼拜 你告诉我 当时你拿到这档股票 我说三叉七叉有没有 你那两个数字 你打个电话回来 你打个电话进来 就可以把它带回去 有拿到的 你看 你在8月26号打电话进来 在8月27号 你告诉我 你需要追高吗 你是不是轻轻松松的 在低档 买的低买的到买的多 而且我说过 像这种十几块的股票 当时也不过就是10块9 10块8 有没有 一字头的股票 人人买得起 是各个赚得到 对不对 小资组一样 30张 50张 买得轻轻松松 资金部位大的 像我们的七个清贷会员 对不对 办公室清贷的会员 300张 500张 甚至于800 1000也是这样买 为什么 成交量就几万张 有没有 所以哪怕你是买1000张 2000张 你说你会买不到吗 绝对不会买不到 你会不会买不够 也绝对不会买不够 而且怎么样 最重要的是在发动前大买 有没有 你才能够赚得最多 而且我们还是一路买上去 有没有 来 你看隔一天 8月28号 一开盘都还有买点 然后慢慢的垫高底部 有没有 然后一垫高底部 我们是不是马上也在节目里面 公开给大家 然后接着下来 有没有 到了8月底 又往上浪 有没有 当时我也告诉你 波段掌势正式启动 有没有 波段掌势正式启动 然后昨天一飞冲天 直接插一挡掌停板 而到了今天怎么样 而到了今天 甚至已经创下13块1 13块1的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来 你看 当时我送给各位的时候 让各位在发动前大买 可以买的 低买的 到买的 多买的 轻松买的 安心 那个时候才多少 那个时候才10块8 今天已经来到13块1 你自己算一下 10块8到13块1 这样涨多少 有没有涨超过20% 有没有涨超过2块 那当然我知道 一定会有人说 2块也比2块 银而已 说成这样 背贴挣的 投资朋友 乍听之下 2块 2块3 10块8到 这个13块1 也不过就是2块3 好像小鼻子小眼睛 对不对 但是不要忘了 我问你可以去误误看我的会员 我说这档股票从我买进 也就是我第一天告诉你 让你带回家之后 我也实际带的会员 只要一有机会 我们就连续买 连续买 连续买 而且你再去误误看我的会员 我们扣讯里面 我怎么告诉会员 我都建议买200张以上 建议买200张以上 为什么 十几块的股票 你买200张买不起吗 对不对 那如果一般会员 连续买每次都买200张 那麦工你每次都有跟着买 至少你买一个200张 一次应该有吧 你最基本的部位200张一定有吧 那如果一般的会员都买200张以上 那你想想看 我办公室清贷的 是不是就是500 800 100张这样 1000张这样买 那你再来算算看 刚刚你一清 两块三对吧 来 两块三 一张2300块 对不对 两块三 一张2300块 如果你买100张 2300块就变成23万 对不对 如果是200张 如果是200张 按照我给会员的建议200张 那就是46万 那更不要讲 如果是我们办公室清贷500张起跳 那就是155万 对不对 那如果是1000张的 部位更大的 1000张的 那就是230万 对不对 不是吗 你自己算一下 重点 从8月27号 到今天9月3号 也不过一个礼拜 也不过一个礼拜 你把资金摆在对的地方 把它集中起来 200张 300张 500 800 1000给它买下去 这我送给你的公表 你别说我今天在这儿讲 不幸的话你回去看看 YouTube也好 你去去看看 这是不是送给你的股票 三叉七叉 这做得了假吗 对不对 5本 200多亿 很多人说 这200多亿的钩票的大象 大象跳舞起来 还是很可观的 有没有 有没有每天创新高 有没有每天创新高 一个礼拜的先 有没有这个礼拜 几乎天天都在创新高 大象就大象 大象还是会跳舞 大象还是能够让你大赚 不管你的资金部位是小是大 你告诉我你能不能大赚 那你看面对 这样的一个大盘 你把资金摆在对的地方 有没有 你把资金摆在对的地方 是不是一样大赚 所以怎么会赚不到 重点还是在于说 你有没有用对方法 什么叫方法 很简单 股票都已经交到你的手上 你有卡定外 你都知道这支 我贵完是要不要买 你也知道 200兆 300兆 500兆 800兆 1000兆 你把他交 你到底买得有钱 每天成交量 3万张起跳 你怎么会买不到 对不对 可是我也知道 很多人拿到这档股票之后 怎么样 你给我买个5张 买个10张 你想 你买个5张10张 跟我们会员 基本上200张起跳 拨了一支股票 这支又给你的 还把它送到你的手上 你看 也就白白浪费一个机会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在现阶段的一个操作 除了你的资金 要把它摆在对的地方以外 你更要用对的一个方法 对的方法 当然就是我告诉各位 资金要把它集中 而不是散弹打鸟 你散弹打鸟 现在轮动速度这么快 这边涨那边跌 你刚好分散这边那边 刚好这边涨那边跌掉 刚好抵消掉 甚至于现在 如果你分得太散 跌的可能比涨的还多 所以这边涨的 还不够这边跌 不怪你的贪不及 对不对 所以要讲究方法 要讲究方法 好那至于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 我说过 这个盘可能还要在 横盘一段时间 但是也因为这个样子 盘面的资金 他会自己找出路 不要说什么 业内法人的资金 他会把自己找出路 难道说 股市一开 股市天天开门 可是因为没有行情 现在大盘指数也不涨 那我干脆就不要做了 是这样吗 我相信 现在很多业内法人 他们的心态 是比八月份更积极 为什么 因为九月份 是第三季的最后一个月份 那到了九月底要干嘛 各位都知道 要开始做第三季的一个季报 那季报要出来 他们只剩下最后这一个月 九月份来冲刺绩效 那八月份的行情 上上下下 对不对 很多他们的进度都是落后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必须卯足全力 来冲刺九月份的绩效 那你说 他们要冲刺绩效 是不是开始会锁定一些 他们所认定 接下来会大涨的股票 我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月份 会有全新的标的 自然也会有怎么样 会有全新的机会 我们就要好好的把握 至于如何把握这些机会 下个节奏回来 我们继续聊 欢迎来到现场 我想刚刚上个节奏也跟各位提到了 这个礼拜即使你说大盘讲起来 也是乏善可乘 因为光是一个一万两千八百点 连攻了三次 三次都站不上去 还打下来 对不对 代表上涨压力重 但是短线大盘没有办法立马创新高 并不代表股票 个别的股票 他没办法创高 我刚刚还举了 随便举了个几档例子 而且是近期我们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分享 还是送给你的股票 包含什么 包含联合再生 有没有 大包不创新高 他有没有这个礼拜 几乎天天在创新高 有没有 好 那除了联合再生 来 你看 跟他属于同样题材 也是太阳能的 谁 太极有没有创新高 另外 六四七七 安极有没有创新高 这些股票哪一档 我没有讲过 是我今天凭空蹦出来的 刚刚我们也讲了 联合再生 不用我多说了 上个礼拜送给各位的红包股 当时才10块8 有没有 那今天最高已经来到11块 已经来到13块1了 13块1有没有 已经来到13块1了 短短一个礼拜的时间 从上个礼拜 27号到今天3号 也不过一个礼拜的时间 涨了2块3 不要小看2块3 一张就是2300 像这种低价股 我说过 我问 你可以去问问他会员 我们在抠讯出去 是不是建议买200张以上 你基本部位 基本上就要200张 100张就是23万 200张就是46万 而且是一个礼拜 更不要讲我们清代会员 500 800 100 是不是 1000了 那1000的话你想想看 那是不是 那就是2300万 230万 而且是在一个礼拜之内 所以怎么会赚不懂 怎么会赚不懂 是看你有没有用对方法 除了联合再生以外 来 我们昨天买了太极 有没有 还告诉我的会员 太阳能全面大涨 4934的太极 第二季开始油盔转移 所以股价现在才20几块 未来有大空间 所以我们今天买进 来太极 开盘还是黑的 有没有 开盘还是黑的 9点半不到 从黑盘拉到平盘 随即怎么样 随即攻到掌停板门口 即便被当冲的筹码 冲啊冲啊冲啊 冲了大概一个小时 但是最终还是锁上掌停 而今天怎么样 一泡双小 对不对 无双不成礼啊 今天再来一根 两天两根 大牌有没有创新高 没有 安吉 太极 有没有创新高 所以告诉你什么 重点是你的资金怎么样 有没有摆在对的一个地方 你摆在对的地方 你说想要赚钱 基本上那是一定要的 对不对 但是除了说 你把资金摆在对的地方以外 我说过还不够 还不够 因为你不是只为了赚钱 赚加财金也是赚钱 赚大钱也是赚钱 那我请问各位 你来股市难道是为了赚加财金吗 还是你要赚大钱 累积你的一个财富 我刚也举例了 同样一党联合在生 我告诉我的普通会员 一般我们的一般会员 至少就已经是两百张起跳 更不要讲我们办公室清单 都是五百这样起跳这样买 对不对 但是很多人 因为这是送给你的股票 那你拿到这张股票之后 你要买多少 其实我也没办法帮你掌握 所以很多人怎么样 要买一个五兆 买一个十兆 问导游 你说买十兆 买五兆有财吗 也是有财啊 从十块多的股票 涨到十三块多 也是有赚啊 但是你贪什么 你贪加财金 可能可以够买两支够退 对不对 可是我们呢 我刚算过了 对不对 我刚才算给你听了 一百张 对不对 两块三 一张 两千三 一百张 就是二十三万 两百张 就是四十六万 不是吗 而且是在一个礼拜 如果说你只是 买个一张两张 甚至于 买个五张十张 那是不是听差的 对不对 跟我们的一个清代会员 动辄五百张起跳 甚至于多的 还有买到一千张的 不是 差大买去 对不对 所以除了股票 资金要摆在对的地方以外 如果你没有用对方法 什么叫对的方法 就是你的资金 要把它集中起来 很多人喜欢散弹打鸟 这边买一点 那边买一点 为什么 因为你们看节目 这边看一下 那边看一下 这跟你说这支 你就买这支 那里跟你说那支 就买那支 结果呢 动辄十档二十档 现在轮动这么快 一档涨 对不对 我给你的联合再生涨 结果其他 你又买不多 其他的一跌 你可能十档里面 有九档再跌 那你一档涨有用吗 没有用 没有用 对不对 所以记得 现在一个多头架构之下 当然赚钱是一定要的 可是我希望你能够在这样的行情里面 能够真正的累积财富 赚大钱 而不是赚家财经 那如果你要赚大钱 你一定要用对方法 因为股票我可以帮你挑 可是如果你方法不对 我给你好的股票也是浪费 不是吗 所以方法很重要 所以要让各位 今天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 就是要让各位怎么样来体验 体验什么 用对的方法 什么是对的方法 把你的资金集中起来 好 那我知道 用这种方法 很多人不太习惯 因为你就习惯散弹打鸟 对不对 这边买一点 那边买一点 分得越散 你们越安心 当然也没有错 分得越安心 可是你也赚不到钱 但是我说你下来干嘛 很多人说我们鸡蛋 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叫做安心 叫做安全 可是巴菲特告诉我们是怎么样 你干嘛把鸡蛋分得好几篮 你就把它集中在一篮 你好好地看着它 不要让它掉下来就好了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好好想 这中间的道理 所以如果说 你过去没有试过 把资金集中起来 在一档股票上面的 来 我今天 开放让各位来体验 这种所谓的单股的 一个操作模式 所以我们今天有个活动 叫做单股试作 要试作什么 就试作我们这个礼拜 锁定的唯一一档股票 叫做九月之星 我说过我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每天在节目里面 跟你讲三档五档股票 一个礼拜下来 十几档对就拿出来讲 可是我说我一次 我只告诉各位一档股票 像上个礼拜我们就锁定一档股票 叫做联合再生 一档股票你不会听错 不会看错 不会买错 对不对 所以当它上来 你当然就是大赚 这个礼拜我们所锁定的 就是九月之星 疫情的一个概念 对不对 后疫情的最强的族群 宅经纪的概念 最重要的 八月营收 现在全市场没有人知道 可是根据我们最新掌握的 一个讯息 我认为它八月营收的数字 会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会创新贡 那一旦数字漂亮 位阶又在低档 你认为它会不会喷出去 那如果未来会喷出去 你要在它大涨之前 先卡位先布局 还是等到涨上去了 再跟市场上一堆人来 说哇这一档好的光金来买 你要哪一个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那如果说 你也认同在发动前先买的 注意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 单股试做的一个活动 告诉你如何把资金集中起来 但是我们只限10个名额 就节目结束之后 10个名额好好把握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